星空巨兽发现了这一点 心中充满绝望 它是比暗镜 它的血肉 对于其他星空巨兽 有着极大诱惑力 平时它强大 星空巨兽以它为尊 听从它的号令 如今它变得弱小 奄奄一息 那些星空巨兽 就会吞噬它 吃掉它 星空巨兽数量极多 力量强大 唯独缺少灵智 只有少数星空巨兽 可以觉醒灵晦 像别的生灵一样思考成长 绝大部分星空巨兽 都只会遵从本能形式 眼睁睁看着大量星空巨兽 从四面八方飞来 它们眼中是难以掩饰的贪婪 星空巨兽只是能眼睁睁 看着它们到来 带来死亡 哄 爆炸声响起 星空巨兽听到了惨叫声 有星空巨兽被炸了 接着它看到了亡灵军团 把飞过来的星空巨兽 全部拦了下来 507 爆炸声持续不断 那些星空巨兽 转眼间就被炸死 一个不留 林墨宇出现在星空巨兽面前 目光冷漠地看着它 还有什么遗言吗 作为从小世界里就认识的家伙 林墨宇不介意在临死前 让它留下一句遗言 星空巨兽似乎失去了愤怒 声音也变得平静 低眼死到临头 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放下 没有遗言 我只是不甘 为什么会遇到你 从小世界到现在 才多少年 为什么你会这么强 不过 你也活不了太久 只要你继续修炼空间法则 就会有人来杀你 那是圣尊 你躲不过 林墨宇摇头 连谁阻止你修炼空间法则都不知道 你很可怜 星空巨树灵魂跳动树下 难道你知道 林墨宇道 知道 而且他们已经对我动过手了 只是他们失败了 无法阻止我 星空巨树声音再度变得激烈咆哮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林墨宇道 没什么不可能的 原本还想告诉你 可既然你不相信 那我也不必说了 说着他身上升腾起丝丝白雾 隐隐有龙银之声传出 运气化龙 林墨宇动用了暴运术 把自己的运气提升到极限 同时他开始控制星空巨树的运气 星空巨树的运气极差 树枝极为一 深灰色 濒临死亡 两者间的运气相差极大 暴运术发动 砰的一声轻响 这是星空巨树听到的最后声音 他的灵魂崩溃 亦是陷入无边黑暗 星空巨树死了 死在暴运树下 林墨宇静静感受着 发现因果并没有任何改变 星空巨树并没有留下什么后手 故而也没有因果产生 这是最好结果 林墨宇不喜欢因果 因果太过沉重 数量多了 就连大世界都会不堪重负 更何况自己 正要收起星空巨树的尸体 林墨宇忽然发现一点异常 在星空巨树的尸体内部 竟然隐藏着一件东西 这里可是星空巨树最核心的地方 相当于人类的心脏位置 竟然在里面藏着东西 林墨宇将之取了出来 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惊讶 这是贝壳 星空巨树隐藏在体内的 竟然是一块贝壳 有海的地方一般就会有贝壳 星空渔人族也喜欢使用贝壳 他们能将贝壳 炼制成各种各样的法宝 于清柔也曾经给过林墨宇 一件由贝壳炼成的通讯器 两者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用互相进行通讯 但如今在星空巨树身上 藏有一块贝壳 那就有些奇怪了 林墨宇将贝壳拿在手中仔细观察 发现他与清柔给自己的那块贝壳 有着许多相同点 这件贝壳应该是一件法宝 但是又没有任何炼制过的痕迹 星空巨树为什么要收着它 而且藏得这么深 林墨宇很是奇怪 如果星空巨树还活着 自己还能问一下 可它现在已经死了 当然也可以用亡者复生 把它变成复生者来问 不说跨越一个大境界 能不能顺利操控 还要考虑值不值得 并且星空巨树也不一定会知道答案 星空巨树并知道的东西很少 不像人族有庞大传承 它的信息量太过匮乏 说不定就是因为贝壳的不同寻常 它就收藏起来了 并不一定知道贝壳到底有什么用 光是肉眼看 看不出什么东西 和星空与人族的比较 有气氛相似 但也有区别 林墨宇明显感觉到 星空巨树得到的这块贝壳 其等级品质 都要好过于轻柔给自己的那块 从贝壳上 林墨宇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它略一丝绪 已经知道相似处在哪里 传承珍珠 林墨宇从贝壳上感受到了传承珍珠的气息 和云雾中的传承珍珠很相似 远古时代的强者 很喜欢用珍珠 当然他们所用的珍珠 也不会是普通珍珠 林墨宇心中一动 这里 是不是也记载着什么 它小心翼翼送入灵魂 虽然感觉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过林墨宇依旧很小心 灵魂力顺利注入其中 贝壳开始微微发光 光芒很好看 是一处深深的蓝 很是迷人 有谢 林墨宇持续注入着灵魂力 看看能不能把贝壳完全激活 时间一秒秒过去 林墨宇注入的灵魂力越来越多 贝壳也越来越亮 光芒所笼罩的区域也正在逊 大鱼 速变大 林墨宇眼中越感惊奇 他注入的灵魂力 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灵魂力总量 如果不是世界术 可以持续为自己恢复灵魂力 他的灵魂力早就消耗一空 可是贝壳依旧没被完全激活 林墨宇能感受到贝壳依旧需要灵魂力 只要他一停 贝壳就会迅速暗淡 林墨宇不信邪 他倒要看看 贝壳可以吸收多少灵魂力 此时他已经完全肯定 贝壳不凡 如果是普通的东西 早就被他的灵魂力称爆 在足足十分钟后 贝壳终于彻底被击三点灵活 绽放出来的光芒笼罩了大片星域 足有千万公里 这片星域中 所有星空巨兽全部退走 他们似乎很害怕贝壳的光芒 千万里星空变成了蔚蓝色 随后林墨宇听到了花花水声 鼻子里变得湿润 这一刻 他有种置身海洋的错觉 水波荡漾 转眼间星空被海洋所覆盖 林墨宇发现自己真的置身海洋 海洋就在自己脚下不远处 可不知为何 林墨宇感觉这片海洋无比危险 接着 他看到了一颗大圆球 在海洋中随着海浪逐流 圆球呈半透明状 一半在水面上 一半在水下沉沉浮浮 V林墨宇看到圆球的刹那 再也挪不开眼睛 身体也微微颤抖着 他张开嘴 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这是 大事件 林墨宇此时的表情很古怪 镇定如他 此刻也止不住地震惊 实在是眼前所见的画面 太过于不可思议 他竟然看到了大事件 从大事件之外的视角 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看到了大事件 这种体验从未有过 之所以如此肯定 还是因为大事件符文 他的目光穿过了半透明的圆球 看到了在圆球的中心 有一个精致符文 这个符文已经破碎 到处都是裂痕 仿佛随时会崩溃 他认得这个符文 不止一次见过 正是大事件符文无遗 除了大事件符文 在圆球中 他还看到了无数星光 这些星光交织成了一块块星域 正是大事件中的各个星域 其中有人族的神城星域 四方星域 还有恶魔族 精英族等各种族的星域 甚至还找到了不久前 刚被自己灭掉的清赫族星域 清赫族星域 此刻已经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而在各星域之外 还有无比广阔的十一空间 这些空间就是域外空间 域外空间并非什么都没有 也有星辰 只是数量极少 并且域外空间有一大半 隐藏在海水之下 无法看清 综合所有 林墨宇判断出 这个圆球就是大事件 忽然他想到了 圣福天尊曾经脱口出过的一句话 这句话里包含了一个词 戒海 当时圣福天尊没有说下去 现在想来 林墨宇顿时明悟 戒海 世界之海 大世界是一方世界 像大世界这样的世界 还有很多 这些世界有大有小 难以计数 而他们所处的地方 就是戒海 如果这里真是戒海 那应该还有别的世界才对 林墨宇在戒海中搜索 终于在遥远的地方 他看到了一个同样的圆球 这个圆球比起大世界要小很多 差不多只有大世界的1%那么大 可林墨宇却感觉 这个世界有一种勃勃生机 而大世界给他的感觉 却像是沉沉暮年 接着林墨宇眼睛一缩 他知道那个世界了 天圣尊最近的一次神游 曾经进入了一个奇异世界 后来星老猜测 那个世界距离大世界 已经很近 极有可能发生碰撞 林墨宇看着两个世界的前进方向 脸色变得并不好看 星老没说错 真的会发生碰撞 按着两个世界的轨迹速度来看 确实会发生碰撞 林墨宇心中生出一种急迫感 虽然双方现在距离还很远 但碰撞是早晚的事 那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虽然规模远不如大世界 极有可能拥有至尊敬强者 若是只有一个 或许还能应付 如果数量多点 大世界就完了 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 林墨宇无法判断时间 他感觉戒海里的世界 和大世界里的时间并不相同 无法进行判断 大世界在这里 黑血大界在哪里 忽然想到了黑血大界 林墨宇继续寻找着 黑血大界的踪影 可惜并没有发现 不应该啊 黑血大界不见了 难道是因为我看不到 还是真的不见了 林墨宇同样无法做出正确判断 这时贝壳的光芒开始收拢 迅速变得暗淡 蔚蓝色的光芒正在消失 林墨宇还没看够 立即朝贝壳 要注入灵魂力 不过并没有任何作用 贝壳拒绝了他的灵魂力 数秒后 戒海消失 星空恢复了平静 林墨宇身体一颤 眉头皱起 感觉自己好像是 从另一个时空返回 身边的时间都变得不正常 林墨宇动用时间法则 让时间法则流遍全身 这种不适感才缓缓消失 我的感觉没错 刚才我确实进入了另一个时空 不是大世界的时空 难道说 我刚才短暂脱离了大世界 林墨宇有些不敢相信 他明明就在这里 怎么 可能脱离大世界 小小一块贝壳 可以带着自己脱离大世界 贝壳此时已经失去光泽 变得平平无奇 林墨宇决作 这块贝壳就是来自戒海 不是大世界本土之物 它有着神奇功能 可以带着自己 看到大世界之外的世界 看到戒海 时空不同 时间流速也不同 刚才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五分钟 在大世界里过去了多久 林墨宇心中一动 立即取出战舰 战舰里有计时装置 可以看出时间 扣除掉和星空巨数战斗的时间 一算之下 已经过去七十多天 十分钟 七十天 万倍流速 林墨宇当场愣住 在戒海的十分钟 现实世界中 竟然过去了七十天 十分钟和七十天 足足万倍流速 虽然不可思议 不过也只能接受现实 林墨宇完全镇定下来 按着戒海里的时间 算那个世界和大世界碰撞 大约还有五十天 换算成现实中 也就是五十万天 也就是不到一千四百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比预想中要短啊 新老所说的很近 其实也是要以千年来计 按新老的预计 两个世界发生碰撞 至少还有数千年时间 而林墨宇此次所见 则是精确到了一千四百年 一千四百年 留给大世界 留给人族的时间不多了 收起贝壳和星空巨树的尸体 林墨宇轻叹一声 拿出战舰再次离去 事已此致 林墨宇知道 任何感慨担忧 都是无用的 两个世界发生碰撞 世界之争即将展开 这是比种族之争 还要残酷的事 双方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除去远古时代的人族 因为本身太过强大 愿意给弱小者一片天空 林墨宇相信 那个世界的强者 必然会把大世界 所有一切抹去 把大世界的本源掠夺 壮大自己的世界 他目光低沉思索着 自己接下去要做的事 一千四百年时间 他要晋升圣尊 一千四百年时间 他要把大世界中 各族全部清理干净 一个不胜 世界碰撞 即是危险 也是机遇 如果能胜 或许有机会 借助新的世界本源 开辟一条全新神路 圣福天尊的话 还历历在目 曾经的大世界 只有一条神路 之后的神路 都是掠夺其他世界的本源后 一条条建立起来的 虽然其根源还不太懂 但林墨宇已经明白 夺其他世界的本源 就有可能建立新的神路 所以说 世界碰撞 即是危险 弄不好也是次 机会 神路必须要见 这点没有任何疑问 也是林墨 V宇绝不可能放弃的事情 那就试试吧 战舰飞越过交界之地 真正进入狱外 潜入深层空间 越飞越远 杀了星空巨数 也算是了却了一段百年仇怨 因果斩断 林墨宇感觉一阵轻松 和一个彼岸镜的因果 斩断后感觉变化 还是相当明显 林墨宇知道自己身上 背负着大量因果 无数一族想杀自己 不过早晚有一天 自己会将之斩光 了却所有因果 轻装上阵 看看能不能找到 新建神路之法 林墨宇再次沉寂符文修炼之中 符文一道太过博大精深 他需要学习的 还有很多 至于境界修炼 他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法 就如同神尊前寻找奇异星辰 现在 他也有了别的方法进行修炼 清赫族被灭的疑问 在过去百日之后 并没有停止 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越是古怪的事情 越是让人担忧 许多与清赫族相差不大的种族 都开始自威 人族的几位圣尊 基本已经肯定是林墨于所为 不过他们不会说 不仅不说 他们还向外传递假消息 意思是 有可能是域外的幽灵族出现 才导致这个现象 幽灵族并不是人族瞎编的 许多种族都有过关 于幽灵族的记载 但是有关幽灵族的资料却相当少 人族几位圣尊 也是想了半天 才才想到幽灵族 于是加以改造 人 添油加醋后 放出这个消息 在人族的消息里 幽灵族无所不吞 所过之处 万物不存 不过幽灵族一直生活在域外 很少来域内 人族的消息半真半假 各族却是不得不信 毕竟人族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古老的种族 掌握着最多最全的信息 除了那个传说中的龙族 估计没有哪个种族 能比人族知道的更多 不过 龙族消失无数年 只有人族才能找得到他们 而且 龙族从不干涉这个世界的运转 不参与任何种族大战 也从不来世界中获取资源 无比神秘 幽灵族的消息出现后 有不少种族选择相信 人族的几位圣尊 却已经笑开了花 只要有人相信 目的就已经达到 他们放出消息目的 就是为了混淆视听 不让人怀疑到林墨宇身上 哪怕有一点怀疑都不行 好圣尊猜测 林墨宇可能还会做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 事先找好背锅的 对林墨宇来说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几位圣尊其实心里都清楚 人族如果还有希望 这个世界如果还有希望 那希望极有可能 就在林墨宇两姐弟身上 他们不会去干涉两人的成长 不过能做的事 他们也会尽力去做一下 半月后 林墨宇的战舰离开深层空间 域外寂静漆黑 星光在这里变得极为稀有 战舰上的微光 成了最闪亮的星 这里没有星图 林墨宇只能自己辨认方向 或许 在远古时代 这里也是繁华星域吧 林墨宇收起战舰 目光扫过虚无星空 不禁发出一声叹息 远古时期 人族世界极度繁华强盛 人族的领地远超如今 林墨宇如今所站之处 距离域内足有十万光年 无比荒凉 可以远古时期 这里极有可能无比繁华 拥有着无数修炼者 若是能时间回溯 他真想看看 当年人族是何 等圣经 林墨宇伸手绘制出一个符文 这个符文来自圣福天尊 专门用来指向 指的就是此次传承地的方向 只有在距离传承地千万公里内 符文才会发挥作用 符文在星空中闪闪发光 并没有指出具体方向 还在千万公里外 林墨宇留下一只骷髅神将 随后选择了一个方向 顺移而去 顺移千万公里后 他再度绘制出指向符文进行查看 因为深层空间的航行 最大误差可达一亿公里 林墨宇只能一点点试 以骷髅神将为中心点 以一公里为直径 画出一个球形范围 林墨宇就在这个圆球范围内 不断顺移 不断绘制符文 终于 在一番寻找之后 指向符文总算有了动静 指向符文化作一条光线 直指某处 林墨宇当即赶过去 来到指向符文所指之处 这里同样虚无 看上去什么都没有 既然符文指向此处 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林墨宇只是想了一下 就知道 圣福天尊做了什么 圣福天尊在这里布置了收容符阵 将传承的东西留在了符阵里 如果不能破解它 布置下的收容符阵 就不能获得里面的东西 不大不小 也算是一个考验 林墨宇已经对收容符阵十分熟悉 自然难不住它 空间法则滚滚而动 笼罩周围星空 收容符阵无论如何隐蔽 总是存在于空间之中 空间法则扫过 总会露出端倪 果然 林墨宇感应到了收容符阵的存在 找对了位置 接下来就好办了 林墨宇当场就会指出一枚符文 符文准确无误 撞在收容符阵上 原本隐藏起来的收容符阵 顿时显露出来 随后林墨宇便以灵魂力为钥匙 拆解圣福天尊留下来的符阵 幸好天尊留下来的符阵等级不高 如果像远古盒子一样 需要规则之力打开 那就难办了 收容符阵很快被拆开 内部空间里的东西 也随之呈现出来 林墨宇忽然脸色一变 脚下一动 瞬移消失 一道剑光划破虚空 击碎了 他留下来的残影 林墨宇出现在十万公里外的地方 脸色有些难看 刚才如果不是他 反应足够快 已经被击中 剑光不断飞舞 拉出一条条灿烂脱颖 剑光之下是一个盒子 盒子就是林墨宇见过的远古盒子 盒子上布满符文 十分复杂的古符 让人看一眼 就会感觉头疼 剑光飞舞 光影绰绰 光影中有符文显露 剑身之上 也同样闪烁着复杂符文 这是剑 得得的 符文法宝 林墨宇一眼就认出 这柄剑其实是符文法宝 符师可以自己炼制符文法宝 符剑就是最常见的一种 不过不同符师 炼出来的符文法宝 威力参差不齐 差别巨大 其中差距并不以境界为分 有些符师擅长符阵 不擅长炼制符文法宝 或许他炼制的符文法宝 还不如低上一境界的符师 符圣天尊留下来的符剑 威力自然不容小觑 在林墨宇的感知中 这柄符剑已经达到彼岸境 比起诸魂剑都丝毫不弱 林墨宇心如明镜 忽然知道了林圣符天尊的想法 圣符天尊的传承里 先是教了最基础的符文知识 接着便开始传授符文 然后又是拆解符文 布置符阵 现在终于轮到 如何炼制符文法宝 圣符天尊用他的方式 把有关符文知道的各种知识 各种技巧方法 林墨宇飞过去 但并没有太过靠近 保持万余公里的距离 符剑速度很快 可以瞬间划过在这段距离 林墨宇心中极为警惕 随时准备闪人 不是没和彼岸境强者交过手 可是和彼岸境的法宝交手 还是首次 这柄伏剑并不大 而且威力很强 即使是亡灵军团化作盾牌 估计也会被他轻易穿透 林墨宇也不确定 黄金剑能不能挡住 十有八九是挡不住 最多也就撑上一会 能撑过十秒就算好了 相隔上万里 林墨宇都能感受到伏剑之力 剑光之中 圣符天尊的身影浮现出来 又是一缕灵魂 林墨宇觉得 圣符天尊的灵魂 是不是用不完 分了一缕又一缕 圣符天尊笑眯眯的看着林墨宇 你很不错 仅仅神尊三阶就能来到这里 看来本天尊之前留下来的那些传承 都被你得到了 但是这次传承 难度可是不小哦 这话说的 好像哪次难度低了一样 不过林墨宇也是在心里想想 没有说出口 圣符天尊脾气古怪 还是不要嘲讽他为好 圣符天尊道 之前的传承 你学会了一些符 文的基础知道 也知道了 如何利用符文布置符阵 能来到这里 说明你不仅悟性极佳 适合符文一道 并且你的战力也不会弱 这一次不需要解谜 你只需要战斗 胜过本 天尊留下来的符件 就可以获得传承 还有奖励 不过事先提醒 你如果被符件杀了 那只能自认倒霉 前一秒还好好说话 像一个慈祥老者 在为自己挑选传人 后一秒却说出如此冷酷的话 毫无感情可言 圣符天尊的脾气 确实古怪之极 说完话说 圣符天尊手指轻点 一个符文自动飞出 林墨宇心中 生出不好的感觉的 但为时已晚 星空之中 出现无数符文 密密麻麻 组成了一座符阵 这座符阵范围极大 是林墨宇 见过规模最大的符阵 圣符天尊说道 本天尊已经封锁了 方圆十亿里 你在胜过福建前 无法离开 林墨宇心里在骂人 他知道 圣符天尊说的没错 方圆十亿里星空 确实已经被封锁 并非是阵风空间那种 他的空间法则 依旧可以自如使用 圣符天尊 把十亿里空间围了起来 如同一座牢笼 不允许林墨宇逃出去 除此之外 并没有别的限制 随着圣符天尊话音落下 福建搜的飞来 速度快到惊人 几乎在瞬间 就来到林墨宇面前 林墨宇本能一步踏出 直接瞬移出四百万公里 他的身形刚显露出来 脸色猛的一变 福建又已近在咫尺 这么快 林墨宇震惊 福建的速度远超他的预料 他不假思索继续瞬移 但是每一次瞬移结束 福建近在眼前 不可能 肯定是有哪里不对 不可能这么快 林墨宇知道自己 和每次瞬移的方位都不一相 福建哪怕速度再快 追寻自己的位置 总也需要时间 而自己瞬移一结束 福建就会出现在面前 这就很不正常 圣福天尊的声音响起 本天尊的符文法宝 有追踪破空之能 即使你身具空间法则 也逃不走 那么的 林墨宇在心中骂了一句 圣福天尊真的是一点漏洞 都不给 福建拥有追踪破空两种能力 而且圣福天尊的手法相当高明 林墨宇并没有发现自己被锁定 应该不是锁定 而是进行了标记 福建不会给我机会清除标记 不是灵魂锁定亡灵之意 不会有用 有破空能力在 我可以瞬移 福建也可以 所以 无论我怎么瞬移 福建都能在第一时间赶到 林墨宇想明白后 再一次瞬移后不再闪避 黄 金剑初一在手中 猛地挥出和福建撞到一起 砰的一声 林墨宇被一股巨大力量 撞退数千里 根本停不下来 福建也被击飞 不过他打了几个转后 再度击飞而来 林墨宇再度挥剑 形成一座黄金盾牌 福建打在黄金盾牌上 盾牌上出现无数裂缝 飞剑再度被震退 林墨宇看到黄金剑 剑上出现了一个缺口 在刚才碰撞上 黄金剑受损 黄金剑的外层 是天圣尊用黄金规则所化 虽然坚固 不过显然不如福建 福建再次飞来 撞在黄金盾牌上 盾牌轰然破碎 比林墨宇预计的还差 盾牌只挡下了两次攻击 不过也给林墨宇争取了一些时间 大量骷髅神将出现在星空之中 组成骷髅肉盾 林墨宇知道 一味闪避不是办法 必须要进行反击 骷髅神将纷纷朝着福建挥出剑气 洁白剑气照亮星光 福建从洁白剑气中冲出 去世不改 刺向林墨宇 骷髅神将的剑气 对他毫无作用 骷髅神将挡在福建必经之路上 金甲浮闪闪发光连片交织 密密麻麻形成成百上千层防御 每层金甲浮都可以挡住巅峰神尊的一击 不过面对彼岸镜 林墨宇知道远远不够 之前已经有过先例 金甲浮面对彼岸镜的攻击时 真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 林墨宇有时也感叹 自己面对的敌人总是太过强大 以至于金甲浮作用大幅度减弱 其实只要不是面对彼岸镜 金甲浮的强大会让任何一个神尊绝望 福建瞬间刺穿了千百层金甲浮 速度丝毫不减 无数骷髅神将被福建穿透 当场崩裂 福建的威力极大 比起星空巨数还要可怕 林墨宇心中一动 死亡龙骑士军团出现 军团统治者朝着福建发动致命一击 战刀准确无比地砸在福建上 福建根本没有任何感觉 撞破军团统治者的战刀 同样刺穿他的身体 防御强大的军团统治者 也被福建穿透 当场崩碎 林墨宇召唤出了骷髅王 骷髅王座带着熊熊烈焰出现 骷髅王座十分巨大 正好挡在林墨宇面前 福建刺在骷髅王座上 砰的一声被震飞 林墨宇心中了然 果然如此 他知道骷髅王手中的古剑 无比坚固 而古剑又是骷髅王座所画 可以想象骷髅王座同样坚固 今天试了一下果然如此 连福建都伤不到他 福建连黄金剑都能撞出缺口 却拿骷髅王座无可奈何 显然骷髅王座的坚固程度 还要超过黄金剑 林墨宇嘴角微扬 露出一丝微笑 他知道自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连骷髅王座都不行 林墨宇已经打算动用天灾权杖 现在看来不一定非要用 一旁圣服天尊微微皱眉 眯起眼睛盯着骷髅王座 看着有点眼熟啊 圣服天尊 我得骷髅王座狠眼熟 连带着那些骷髅大军 都有几分眼熟 不过他想不起来 这旅灵魂没有那份记忆 林墨宇不知道圣服天尊的想法 武尊骷髅王挥动着古剑 精确无比斩在伏剑上 每一次撞击 骷髅王都会被庞大力量撞退 伏剑同样会被震推至一段距离 不过伏剑恢复速度快 没等骷髅王恢复过来 伏剑已经返回 曾好骷髅王有足足武尊 武尊骷髅王交替上场 将伏剑完全挡住 林墨宇从逃亡者变成了看戏人 林墨宇目光闪烁 先立于不败之地 再想办法解决掉伏剑 这玩意很坚固 骷髅王的古剑虽然同样坚固 但攻击力还不足以摧毁他 动用天灾权杖 这是林墨宇的第一反应 天灾权杖无往不利 没有什么砸不碎的 就算伏剑估计也不例外 可若是不动用天灾权杖 是不是还能有别的办法 这时圣福天尊抬起手指 朝着伏剑倾点一下 伏剑嗡的一声 变得更加凌厉 星空出现无数裂缝 伏剑仅是气息 就要撕裂空间 伏剑继续撞向骷髅王的古剑 幸好古剑坚固比 两次撞击之下 伏剑并没有将之撞碎 在连着数次攻击无果后 伏剑忽然改变了角度 他忽然转向 绕过古剑 直接刺在骷髅王身上 骷髅王骨头断裂 巨大的身体 猛地向后倒飞 在星空中迅速崩溃 骷髅王的身体强度 远不如古剑 无法承受伏剑的攻击 伏剑视如闪电 再度刺向另一尊骷髅王 骷髅王挥剑如雨 密不透风 可伏剑速度太快 还是被刺中 巨大身体当场崩溃 林墨宇看向圣福天尊 恰巧圣福天尊也看着林墨宇 两人目光在星空中交汇 圣福天尊带着笑意 你的骷髅快挡不住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 林墨宇并没有说话 而是朝着古剑一直点出 白星级术法 时间诅咒 红光弥漫 古剑顿时受到诅咒影响 速度和攻击都略为有些减弱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时间法则流淌 林墨宇改变了古剑的时间流速 古剑的速度顿时变得缓慢下来 比之前慢了许多 他无法再绕过骷髅王的古剑 一次次被斩飞 之前粉身碎骨的骷髅王也重新复活 再次上场 圣福天尊移了一生 时间法则 不错不错 他随意画了个符文 符文亮起 符剑顿时消失 下一瞬 符剑出现在骷髅王面前 几乎是贴着哭 骷髅王越过了古剑 撞在骷髅王身上 砰的一声 骷髅王当场 结得粉碎 顺一夜 圣福天尊给了符剑更为强大的破空能力 符剑开始在星空中瞬移 变得难以阻挡 林墨宇眯着眼睛 他知道自己要应付的不只是符剑 还有圣福天尊这个操纵者 林墨宇挥出五道时间法则 落在骷髅王身上 骷髅王的速度陡然加快 不过也只能勉强应对 接着林墨宇手中空间法则流动 与时间法则融合 形成简易的时空之力 圣福天尊终于动容 时空的力量 时空之力落在符剑上 符剑翁的一声停在了原地 受到时空之力影响 属于他的时间和空间完全被打乱 他失去了破空能力 无法穿越空间 一时间没了准头 圣福天尊再次绘制符文 想要继续符剑 一个符文飞出 还没落到符剑上时 在座符阵豁然展开 林墨宇动用收容符阵 把圣福天尊的符文直接收走 圣福天尊眉毛一挑 跳眼神略显惊讶 没想到林墨宇还有这种操作 可下一秒 更为惊讶的事情发生 海谷地狱忽然出现在圣福天尊身边 将之吞噬 圣福天尊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方世界 地狱火 焰扑面而来 地狱凶尾随而至 怎么也想到 林墨宇会突然对自己对手 圣福天尊眼中似有怒意生疼 一个符文字指尖生成 随后炸开 轰鸣声中 海谷地狱当场破碎 海谷地狱面对天尊 哪怕只是天尊的一缕灵魂 依旧远不够看 这也在林墨宇意料之中 如此已经足够 标记已经落在圣福天尊身上 骷髅王忽然同时转身 朝着圣福天尊出剑 竖法 斩身 剑光在圣福天尊身上炸开 圣福天尊的灵魂微有晃动 他皱了眉 似乎感受到了一丝疼痛 不过也仅此而已 骷髅王的攻击 对圣福天尊的灵魂 并无多大作用 林墨宇自然明白这一点 之前在木神秘境里 已经知道答案 之所以这么做 更多的是为了表明一个态度 如果你继续干预插手 我就会把你当成敌人一起攻击 另一重意思 林墨宇就是想看看 圣福天尊的反应 看看此次的考验 是不是连他一起算在呢 目前为止 圣福天尊已经连续干预数次 可是又没有明说 圣福天尊怎么会不明白林墨宇的意思 他笑到本天尊说过 你可以用任何一种办法 以你的实力 想杀本天尊很难 还不如多想 想如何应对福建 说着他再次绘制符文 符文一闪而过 越过灵 墨宇布置下的收容浮阵 直接落在了福建上 福建顿时变得稳定下来 在他身上形成了一团流光 流光屏蔽林墨宇的时空之力 福建再度消失 瞬间出现在林墨宇面前 忽然间 福建又消失不见 下一秒已经回到了圣福天尊身边 此刻圣福天尊的目光极度复杂 甚至还有一些恐惧 在林墨宇手中 一团火焰正在缓缓燃烧跳动 火焰并不强烈 却有着让人恐怖的气息 仅是看着火焰 就会感觉自己 好像要被烧死 整个世界都会被烧毁 焚尸之火 在林墨宇掌心上跳动 圣福天尊看着林墨宇 低声道 你怎么会有他的东西 他只是一缕灵魂 记忆不全 林墨宇道 天尊前辈 还要继续吗 圣福天尊知道焚尸之火的恐怖 他很清楚 自己挡不住 如果继续打下去 林墨宇或许对付不了福建 可绝对能烧死自己 犹豫了片刻 圣福天尊轻叹了口气 不必了 他收起了福建 林墨宇也收起了骷髅王和焚尸之火 早知道焚尸之火这么好用 他早就拿了来了 林墨宇也意识到 那位神秘主人的恐怖 留下来 那焚尸之火 竟然连天尊都要害怕 圣福天尊那流露出来的恐惧 骗不了人 林墨宇能清晰感受到 圣福天尊伸手一挥 身边的远古盒子 自动飞到林墨宇身边 奖励归你了 同时福建开始变形 变成了一颗珍珠 不 远古盒子合传成珍珠 一前一后飞到林墨宇面 人 钱 圣福天尊的声音同步传来 传成珍珠里 记载着符文法宝的炼制之法 至于盒子里的东西 等将来你自己打开看吧 或许有用 或许也没用 你很不错 不拘一格 能想到对本天尊动手 而不是一味针对福建 说明你的性格中 杀法果断 没有顾忌 如此最好 当年若是我们也是如此 就不会落得现在这种结果 圣福天尊的声音 带着一丝落迹 又像是一件大事 完成后的叹息 圣福天尊望着虚空 我知道你还有问题 但本天尊留下来的 这缕灵魂记忆不全 所知不多 该知道的 你早晚都会知道 看到焚世之火起 我就知道 他应该也有所不止 四五七 或许他的选择才是对的 而我们都错了 林墨宇一时间 有些摸不准圣福天尊的想法 听他的语气 似乎是想告诉自己一些东西 但因为记忆不全 所以他也无法确定 自己所说是否正确 圣福天尊的脾气太过古怪 有些喜怒无常 林墨宇只能试探性地说道 晚辈再无意见看到了戒海 圣福天尊原本正向遥远虚空的目光 猛地被吸引过来 落在了林墨宇 他目光炯炯 如有实质 你说 你看到了戒 还 怎么看到的 你看到了什么 林墨宇道 晚辈看到了大事件 看到大事件 人 在戒海中漂浮前行 圣福天尊立即问道 你是站在戒海之上 还是戒海之下 林墨宇道 戒海之上 他当时感觉戒海很危险 若是下去 会死 戒海之上 戒海之上 圣福天尊不断呢喃 林墨宇听出来戒海之上和戒海之下 似乎有着很大不同 圣福天尊道 你应该是通过一块贝壳 看到戒海的吧 林墨宇直接承认 同时将贝壳拿了出来 贝壳此刻已经变着平平无奇 和普通贝壳没有什么两样 似乎已经陷入沉睡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 圣福天尊看着贝壳 似乎有些怀念 真的是他 没想到还能见到他 林墨宇问道 前辈 这块贝壳有什么用吗 圣福天尊看向林墨宇 用处非常大 不过对现在的你来说 他只能让你看到世界之外的画面而已 等你强大起来 成为至尊 他就会有别的作用 具体什么用 到时候你 自然就会知道 你运气是真的好 连戒海贝都能得到 看来幻无那个胆小鬼 没选错人 原来这个东西叫戒海贝 确实让他看到了戒海 林墨宇觉得 眼前这位圣福天尊 还好说话 当即 人 追问道 请问前辈 戒海到底是什么地方 圣福天尊呵呵笑了笑 没有回答林墨宇 有一条规则你永远记住 想知道的多 就要走到更高处 境界不够 知道的越多 死得越快 林墨宇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但他还是追问了一句 晚辈在戒海里 看到了一方世界 即将和大世界发生碰撞 圣福天尊问道 多世之年啊 大世界的终日 即将到来了吗 那方世界 还有多久会与大世界相遇 1300至1400年左右 圣福天尊点点头 天无绝人之路 大世界还有机会 不过需要你们这个时代 自行把握 本天尊没办法帮上你 不过可以给你指两条路 第一条 若是哪天你到了圣尊 可以去寻找幽灵族 或许他们能帮上你 第二条 去找本天尊留下来的东西 或许会有帮助 声音落下 圣福天尊身形淡化 已是离去 林墨宇猜测 他应该去了大世界符文处 当年的天尊 对这方世界有所愧疚 这些天尊灵魂最终的归宿 都是大世界符文 他们想要以残魂之躯 为大世界符文做些什么 可到底做了什么弥补 林墨宇并不清楚 他还远远没到 能接触大世界符文的境界 差得太远 他记下了圣福天尊的话 喃喃说道 幽灵族 这个传说中的种族 难道真实存在吗 他们能帮上自己 难道幽灵族不是一族 是某位天尊创造的种族 林墨宇本能地以为 幽灵族有可能和星空于人族 星空天灵族一样 是某位天尊创造出来的种族 不过要到圣尊之后才能去找 现在也不必着急 圣福天尊走了 林墨宇也坐进了战舰 重新进入深层空间 在战舰中 林墨宇拿出传承珍珠 开始吸收里面的传承 这份传承 是圣福天尊留下来的最后一份 也是符文之道最后一块拼图 从符文的基础知识 再到符文的拆分 融合 符阵 微调 直至现在符文法宝链之法 不知不觉间 圣福天尊 已经把符文之道的所有知识 都传给了林墨宇 最终林墨宇能达到什么程度 就完全看林墨宇自己的造化 数日后 正在深层空间消化传承的林墨宇 被一阵轻微的震动惊醒 震动来自世界最深处 在震动发生的同时 他感觉到 自己和圣福天尊的一丝因果消失了 圣福天尊果然去了大世界符文那里 也不知道做了什么 过去的已经过去 即便他还活着 也与大世界再无联系 圣福天尊留下传承 留下灵魂 但是没留下自己 林墨宇即使获得传承 也和他再无一丝因果系 这份因果 还是圣福天尊自己主动斩断 其中必然有深层次的原因 不止圣福天尊如此 在林墨宇看来 别的天尊也是如此 就像是幻物天尊把小物留在了这里 自己斩断了与小物的所有因果 也斩断了自己和大势四点七界的一切联系 那些天尊都做得很绝 林墨宇能理解他们 但又不喜欢他们这种做法 但是换个角度 似乎又无可厚非 毕竟人族中也有句话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林墨宇没有怪天尊的意思 只是单纯不喜 他闭上眼不再多想 继续学习着符文 有了符文法宝的炼制之法 并且成功炼制出符文法宝后 符师的战力将大幅度提升 符师们不擅长战斗的观点 将在这一刻开始发生改变 符师只要拥有强大的符文法宝 其战力绝对不会比同镜修炼者弱 甚至更强 林墨宇心中有触动 也涌起了炼制符文法宝的冲动 战舰在深层空间中越飞越远 远离了人族 远离了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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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战9